大家好 我是HeyJones 首席电工 这是大疆刚刚发布的手机稳定器新品 OM4 哦 不好意思 这是OM3 这才是OM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两货长得一模一样啊 那么它到底升级了哪些地方 这一期上手体验 我就来帮你解答一下 从零到一顶营销学习 欢迎全网搜索HeyJones 并和谐最酷无人机团伙在等着你 没错 外观上OM4相比上一代的OM3的变化非常小 同样是折叠设计 基本上除了手机甲部分 整个支架 连带机身都和上一代一模一样 当然 做工也是一贯的扎实 可能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配色了吧 OM4新的奶奶灰 要比上一代OM3的工业灰好看太多 和浅色系的手机搭配起来明显更加顺眼 更能贴合女性用户的需求 毕竟消费能力更强啊 外观上的变化非常小 但OM4的亮点却很明显 全新的磁吸手机甲 应该是独死一家了 采用了全金属的分离式设计 夹上手机后 再通过背部的磁铁吸附在稳定器上 因为手机甲和稳定器设计了凹槽 所以严丝合缝不会有旋转的问题 磁铁的吸力也非常强劲 碰掉的风险非常小 如果你是和BB姐一样的软妹子 垂直方向上去用力还真不一定能够拔下来 从侧面掰开就会简单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 手机夹的金属质感加上很富有设计感的大疆logo 就算单独夹在手机上也不会有违和感 手机稳定器产品有一个很大的痛点 就是吃灰率太高 出去旅行能全程坚持使用的用户很少很少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使用起来太麻烦 无论它的调频多么方便 旅拍途中一旦要打电话或者回消息 总得取下来才行 回头要拍摄的时候 往往就懒得再夹上去调频了 而OM4的磁吸设计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次调频之后随时可以取下来使用手机 稳定器会自动进入待机模式 等到你再想拍摄的时候 直接吸上去就能开拍了 整个体验更加高效流畅 这个创意我猜可能来自于汽车上的磁吸手机支架 而使用的效果则和相机稳定器上的快拆模块一样 一次调频之后就可以快速的拆装 虽然只是改了一个模块 但对于拍摄效率的提升是很明显的 拍摄器材的设计就是这样 有时候看似微小的改进 往往可以带来最直观的辩解 而在稳定性这个核心的考量点上 OM4的表现继承了OM3的高水准 无论是行走 奔跑 环绕 还是平移 都能保证画面的平稳 当然这里大家要记住 我们之前教过的手持稳定器的正确行走方法 屈膝行走 不然再好的稳定器也是白搭 除了便捷的磁吸设计 OM4相比其他手机稳定器产品 在我看来还有两个优势 首先是Osmo Mobile系列一贯的可靠性 它的硬件和算法经过几代的迭代 几乎已经没有明显的bug了 其次就是配套的APP DJI Mimo的应用性 无论是玩法丰富度还是流畅度 都是市售稳定器APP中做的最好的 比如这次OM4除了能拍摄OM3上就有的 延时摄影和全景模式之外 又新增了两个创意玩法 滑动变焦和分身全景 其中滑动变焦又叫做西区可可变焦 在拍摄界面点击动态变焦 选择变焦效果之后 就可以移动拍摄了 拍摄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合成视频 顺滑的数字变焦配合平稳的运镜 出来的效果对于手机而言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分身全景 则是把手机全景功能的一个创意玩法自动化了 选择全景拍摄中的分身全景 按下快门后 UM4会在左、中、右三个方向上依次拍照 跟随它的镜头在三个位置上摆出动作 就能得到一张有影分身效果的照片了 是不是很有趣呢? 另外 UM4上的手势控制和智能跟随也得到了加强 如果你是一个人出行 或者想要大家一起合影 只要比出相应的手势 就能触发智能跟随加录像 或者单纯的触发拍照 对于经常触游的旅拍用户来说 单兵作战拍B-roll就方便了很多 其实在我看来 手机稳定器作为一个辅助拍摄工具 它的作用很简单 就是在保证稳定可靠的同时 扩展手机运进能力的边界 在这方面 UM4无疑继承了前代的高水准 而磁吸手机下的设计 看似是微小的改变 但带来的便捷却是实实在在的 可以说在手机稳定器行业 Osmo Mobile系列依旧代表着高品质的手机拍摄体验 这样看来它最大的缺点 或者说最能阻拦你购买它的障碍 大概就是它的售价了 那么高品质体验和高性价比 你选哪一个呢? 好了 别忘了点赞投币收藏 想进产品玩亚群可以添加非个微信 另外记得多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是下一期的选题哦 欢迎关注黑Jones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